根据美国媒体报导 南韩特使郑义龙转交一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给美国总统川普 表达金正恩有意和川普见面 川普则回应将在5月前会见金正恩 针对朝鲜半岛去核化举行会谈 川普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传出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川普电话热线 希望能在4月先和川普会面 讨论北韩问题并对北韩愿意改变立场表示欢迎 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法院答讯时 被问到中国政府停止发放领对证 大陆要停发洛克团的领对证 那旅游业者担心说甚至从下半年开始 台湾中国大陆来台湾的团很可能是零出团 赖清德表示停止发放领对证是在害台 那我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对台的政策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界定定义要清楚 好比说他31项我们就说他是会台 那如果他停发那个什么领对的证的话 那他应该这个叫害台了 虽然目前中国来台观光客已经腰斩一半 但全年观光客仍维持在1000万人数以上 中国的31项政策不论是会台或立中 行政院都将严肃以对 中国对台的各种政策现在是单方向 他们有他们的目的嘛 今天也不是说我们叫他不要停发那就不停发 他的目的他的动机他的害台我们都很了解 台湾人民只问你要怎么办 我刚刚也跟你报告了 就是说对于31项政策 是会台也好是立中也好 行政院一定是严肃面对 台湾北社等独派团体召开记者会 声援泼气行动的学生 不料记者会进行到一半 大臣岛乡情文化促进会理事长胡志伟 也三名统派男主 突然冲进现场 并吵着自由台湾当主席蔡定位 喷下宣法技 你要干嘛 我喷法技 喷什么法技 喷法技他没头发 喷法 现场一片混乱 爆发口角冲突 闹场的统派团体 最后被警方逮捕 带回派出所 韩国男星赵敏基 被传出在任教的大学内 性侵女学生受害人数多达20人 赵敏基曾演出步步惊心力 剧中的国王 因为他同时也在大学任教 利用教授职权伸出狼爪 不但被迫从新年退出 还被经纪公司解约 也已经被限制出境 但9日传出 赵敏基在首尔的地下停车场 自杀身亡 尸体是被老婆发现 党场会调查 复联会消失的 170箱档案及资料 被孤家以税子鸡全部销毁 9日下午 党场会派员到台北纪检署 正式告发孤岩母女等三人 党场会强调 这已经涉及触犯 毁损政治档案 刑法的侵犯背信 及毁损他人文书等罪嫌 希望检调单位查核后 依法追究 并回应国人对转型正义的期待